网红YouTube李柯太太、陈映彤,独特的说话语气、面摊表情却充满知性幽默的风格让她爆红,更因与天后蔡依林、京区歌王肖静腾、Ella、蔡康永、黄子教、许如云等大咖艺人合作掀起话题。 但人气不断高涨的她近日却被网友质疑她所号称的智商170缺乏可信度,还报她是负二代,对此,知名部落客直言会投胎也是一种实力。 在短时间内爆红的李柯太太人红是非多,虽然在网络上有高讨论度,但近日也有网友质疑她所号称的智商170缺乏可信度,不少论点也有许多错误,还有网友爆料她家事背景其实是负二代。 对此,广告小妹在脸书发文表示,自己实在不懂为什么网友们会对李柯太太的家事及创业轨迹感到惊讶,自己早就说过,台面上的一线网红,不是负二代也会是资产阶级,穷小孩在台湾要靠人气成功难度很高。 广告小妹直言,对,她是负二代,也对,她的创业故事很不励志。 但就以我个人观点来看,会投胎也是一种实力。 况且,在负二代之中,她算不错的了。 咱们要求别太高。 但广告小妹也与戴保留的分析,媒体炒作过度加上李柯太太自己也有捆风嫌疑,这部分就必须要自己做评断了。